上午9点孙颖沙主管教练敲定 执救能力获刘国梁认可 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今天咱们聊一下视频赛 聊一下孙颖沙 大家都知道孙颖沙在刚刚结束的视频赛的比赛中 是获得了两名金盈牌 一名一人牌的表现 可以说从整理的表现来看 孙颖沙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本次视频赛咱们国拼 是派出了以年轻球员为主 包括马龙刘诗文等一批老将 都退出了本次视频赛 所以说让这台年轻球员 在本次视频赛中历练 也是留了一些想法吧 孙颖沙也是不负众望 在三项比赛中获得两枚金牌 但是在分量最终的女单比赛中 输给了王万玉 对于输球呢 孙颖沙也是表示了遗憾 很多眼界的球迷也是发现 孙颖沙是没有主管教练的 对于孙颖沙没有主管教练呢 可能会对孙颖沙影响比较大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视频赛开展之前呢 孙颖沙的主管教练黄海诚 他是突然辞去了主管教练的职务 孙颖沙做出了孙颖沙到目前 没有主管教练 可能在遇到一些 比较强健的对手的时候 在场面上一些处理球 包括细节的一些优化 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这其实就是给刘国梁出了 一个很大的要求 很多球迷是希望刘国梁能够 健快的给孙颖沙配一个主管教练 因为毕竟孙颖沙的实力还是非常强的 如果继续这样没有教练的情况下 让他去参加一些比较大的VC 可能会使自己的一些信心 受到很大的打击 就在刚刚呢 也是有铭记爆出 孙颖沙的主管教练很有可能是杨广蒂 杨广蒂呢 大家都比较熟悉 他是孙颖沙的恩师吧 可以说从小培养孙颖沙 对于孙颖沙的技术特点 包括在场上的一些动作的优化 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当孙颖沙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杨广蒂呢 也是能够及时的给孙颖沙指导 包括对孙颖沙的一些正手的下球啊 能够提供很好的帮助 在温州集圈的时候 吕国梁是争承杨广蒂 短暂的执救过孙颖沙 对于杨广蒂的执救能力呢 很多球迷也是比较认可的 包括在执救孙颖沙的期间呢 吕国梁和李选教练 也是对杨广蒂的一些执救能力啊 也是比较认可 从目前来看呢 包括马林和肖战呢 都有自己的球员 所以说他们两个是出不出身 去执救孙颖沙的 从整体来看 最大的可能性啊 就是杨广蒂成为孙颖沙的主管教练 毕竟杨广蒂对孙颖沙之根之底 不管是孙颖沙在场上 包括在训练中出现任何问题 杨广蒂呢 还是比较熟悉他的打法的 所以说希望 刘国梁能够尽快地 敲定这个 孙颖沙的主管教练的人选 也是不要再让孙颖沙啊 这样散扬下去了 毕竟对咱们国品履率的损失啊 确实非常大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